严斩神奇之道 深挖未解之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来了来了 射刀人又来了 最近的射刀人又一次的 冲出江湖11月份的这一天 出现在了湖南 并说大米18猪肉百元 到时候再来收money money 就是钱的意思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话不惊人 语不休 屏幕前的你觉得 这大米18一斤 猪肉100元一斤 会是真的吗 油炸花生米嫌人少叙 订阅 上陕西羊肉泡膜 咱们今天就来摆着摆着 这射刀人的又一次神秘预言 大米作为我们的主要的粮食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确实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就目前来看 各地的米价确实也是稳定的上涨为主 并且受到口罩令的影响 现在的稻谷的收成难度极大 这些大米企业原粮收购困难 大米需求却在上涨 而且大小熊近期的战事爆发的愈演愈烈 也是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供不应需 但供需缺口并不是粮食价格波动的 最主要的原因 究其根本 国际金融危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经济危机会导致物价的上涨 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 一定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居民手上的钱money就不再是money了 因为居民手中的储蓄被进一步的稀释 俗称钱的毛了 这个时候市场也会表现为物价剧烈的上涨 每当危机爆发的时候 各国都会进入自保模式 每到灾难来临之时 除了药品防护品之外 人们一般会囤积两种东西 硬通货和粮食 硬通货是干嘛的 硬通货黄金白银 藏在家里 硬通货粮食 那就太好理解了 其实 马内它的流动性的问题 解决起来并不太难 但是粮食问题就太难了 这是要种植 要收获 要存储 要运输的自远古时代开始 它就无法被凭空制造出来 所以大灾之年往往会出现粮食的紧缺 射刀人的预言是否成真 也就是和这灾难相关联 但就近几年来看 确实是异常的天象之灾难不断 2020年的印度蝗虫灾难 如果未来再发生一次 我们有能力完全的抵御蝗虫的肆虐吗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确保 再加上全球性的气候灾难 例如全球的变暖 海啸 地震 台风等等 粮食的种植和收获 会错过最佳的时机 必将造成大量的减产 即使是按时完成了一切 运输呢 也存在着大问题 重灾区的人们连生存都已经成为奢望 还指望那早就已经干涸的沙漠生产出淡水吗 2008年以来 国际市场的粮价价格走势也是令人吃惊 前期是牛气冲天 后期是熊气逼人 但目前的大小熊战争导致它又牛回来了 战乱也将影响了世界粮食贸易的四分之一强 出口国的粮食出口减少 因为参战方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 他们不仅仅是粮食生产的总量高 并且在国际粮食粮贸市场之中所占据的地位也极为重要 所以他们能够明显的左右世界的粮价 战争引发以来 世界局势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因为小屋的局势持续恶化 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的传导至全球 由于大俄受到了美欧进一步的制裁 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封锁 而很多依赖于俄的供应资源的国家的供应链 也就被完全的打乱 造成了极其不稳定的后果 如果战乱扩大 石油 盐 药品等等生活的必需品会飞速的上涨 当战争爆发出始之时 政府会增加财政的支出 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 而且还会引起居民囤积商品 如果战争在某一个国内爆发 还会破坏国内的生产力 大家想一想 生产力呀 致命的东西 战争时期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会剧增 从历史上来看 战争之时战争之后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现象 像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个时期 还有一战之后的德国 二战之后的欧洲等等 而且战争之后可能会面临的情况 是有人不但没饭吃 生产基地也被炸了 没有了生产能力 后续的生活都成了艰难的问题 粮食 除了能让人们填饱肚子 其他的动物 其饲料的主要来源也在于此 粮价的上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猪牛羊肉的上涨 作为肉类的消费大国 每一个人平均每年要吃掉至少40公斤的肉 换算下来 每年吃掉的牲畜就超过5亿头 为了保护环境 防止更多的污染 只有具备相关资质的大型养猪场 养牛场 养娘场等等才能够有一定的缓解 但是出蓝量远远的不足 群众的需求 所以进口大量的生肉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要依赖于世界的市场 这也就是当今的丝绸猪肉之路 前两年猪肉的价格大幅度的上涨的原因是 进口生猪肉的国家爆发了猪瘟 大量的生猪因病而被当场的宰杀 就地埋放 而当年各国进口生猪的数量大幅的下降 由于供应不足 猪肉的价格显然在那两年是飙升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如果再次的爆发猪瘟叠加 国内环保的影响 许多的猪场被拆 猪瘟造成的大量的猪的病死 那么蛇刀人所说的百元一斤的猪肉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马斯克也曾经预言 2022年的年末到2023年会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世界的局势动荡不安 各种的病毒此起彼伏的蔓延 大企鹅小乌鸦 其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各种极端的天气贫乏 这也与蛇刀人的预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在当今科学作为主流的人类空间 当然每一个普通人都是高喊着 我们应该以科学的头脑来武装自己 没有错的 幻境之中 以幻之幻 以科学对待科学 没有问题 就像是在普遍的群体之中 人们还是相信达尔文一样 没有能够取代进化论之前 我们就姑且先从其理论的认识开始 科学是对未来的事情进行规律的分析 当然逐步的发现规律的同时 也会对现实有所深一步的认识 话扯的虽然有点远 但是蛇刀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么久至今 到了现在的社会依然可以存在 他们真正的积极的意义 不在于他们的意愿有多准 而在于他们会经常通过这种预言 来劝诀人们 如何的发现科学规律 如何的认识科学 而又如何的运用科学 多做善事 俗人说俗话 从现实上来讲 这种事情对于社会的积极的意义 可能比他们单纯的补算更大一些 所谓好人有好报 恶人会减少 其实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吗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之做出努力的 生活这种不妨多给别人留一些余地 尽量不要把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坏人 那么对方也会心灵受到感应 避免对方做出极端的事情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恶人减少 好人有好报了 这也就很顺应的应了那样的一个说法 叫做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昌盛之世道好人多 乱世之中小人多 赦刀人的预言 一真一可假 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一定是要真的 为了自己的生活的努力 也一定是要真的 只要我们努力的做好人 不做坏人 也许一切都会是最为美好的 这就叫一念 根据网传的爆料 在以往的赦刀人的预言 时间跨度都很大 往往都是长达数年 甚至数十年 这一年再现赦刀人 不是鬼谷 也惊魂 似乎这赦刀人的出现 总是大隐隐于世的 若隐若现 带着羊皮里掏出个狼仔仔 大姑娘 煮着个铁怪怪 这样的预言 带着功夫 带着离奇 带着硬伤 带着黄昏夕阳中的背影 让我们去联想 那么至于这次的预言 是否成真 我们不能妄下定论 因为事实无常 如果真的大米十八 猪肉百元 那肯定也就意味着 全球肯定是出了严重的灾害问题 对于人类也必然是一场大的劫难 同时在湖南 也出现的另一个赦刀人 又预言要在十一月广东下大雪 并说话说二三不再搬砖 赦刀不要钱 罐子土里埋 十一月份已经过去了大半 广东下雪了吗 小伙伴们留言告诉飘哥 蛇刀人 是不是真的就像传说中的那样 无影无踪 又为何说 蛇刀人不要钱 罐子土里埋呢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订阅关注明日报复 咱们下一期 嗷嗷狠的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